在富佑福利服務中心大禮堂 发挥平日练习活力律动舞蹈的成果 跳出健康和朝气 展现成熟女性的魅力 不让活力律动舞蹈班专美于前 国际标准舞班一对对的搭档 更是跳出首女的活力和闪耀 我们富里市民同胞的想法 如果有什么比较新颖的创新的建议 也可以提供给我们 我们会跟委办当委反野基金会 这边来共同筹划 在新的一年各有新的展望 还有能够创造更多的 比较创新的一些班级 让大家来共同努力 让我们富里的潜意 得到相当基隆 要得到相当有水准的付出 然后能够创造更多的 贫全的观念 由基隆市政府社会处主办 环宇国际文化教育基金会 承办的第31期妇女学院成果展 在基隆市妇幼福利服务中心 七楼大礼堂举行 除了有动态的表演 在五楼和六楼 也有包括服装打扮 以及输押 缠绕化等各班各项成果展出 人必须要不断的学习成长 在学习当中 会看到自己的价值 然后永远都不会老 像我这样的年纪 只要我继续学习 在学习里面 就会有不断的创新 就会有不断的看见 然后认识了更深的了解自己是谁 所以学习是人一辈子的功课 而在这样的一个环境里面 提供到我们这样的一个机会 包括市议员联恩典以及童子伟 都指派秘书参加 市议员张炳君更是亲自到场 参加表扬各班老师的专业指导 和班长们服务的辛苦 张炳君这一次也继续的顺利的联任 继续的当时我们基隆市业人 未来的四年 可以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 继续来为你们争取更多的权益跟想法 那再来就是说 你的真的也是今天有看到非常多的老师 然后还有看到很多的我们姐姐们 都有一些精彩的表演 那也是代表说你们正一年来的努力跟付出 就今天的表演秀把自己所学的全部展现出来 那平均其实也看到很多的很棒的表演 未来的话其实如果有举办活动的话 也可以邀请我们各位老师们 来一起共享胜举 那我们也可以让我们基隆市变得更好 受到疫情影响 妇女学院这个学期 停课大约两个月的时间 不过学员们仍然把握学习机会 并且在成果展上 展现出各项课程中 自我学习的用心和努力 现场也举办摩采活动 将气氛推向最高潮 记者吴俊松基隆报导 请不吝点赞和订阅